我真的有時情緒都有些問題 每個人的情緒都有問題 在我右手邊這位女士 有情緒治療師 今天看到的新聞 我發覺有兩個大男人的情緒都有些問題 一個就是亞時的行政主席張詠臨 另一個就是行政總裁王維基 我們上個星期在講這個暫身的組合的時候 其實都對他兩位老兄有點期待 他覺得這個組合都很有趣 一定有化學作用 張詠臨 王維基 以前在電訊界就國為其主 就變成了死敵 但是魔童就對這個名記 會拆出什麼火花呢 大家反而多過留意這個 亞時虧了幾十億 你明白嗎 這麼多年來 究竟有沒有辦法起死回生呢 然後陸續看到的新聞都很奇怪的 你明白嗎 突然間 亞時新聞部的頭關尾 另外第二把交椅的梁家榮 一起起來 另外還有一個亞時的副總裁又起來 大地震 我們很正常地想 這兩個阿哥進去這幫人 打算沒有鞋玩劇酒 打算自己都 可能是這樣 很正常 但新聞部那裡我就知道有些事情 因為我也有些人蠻的 因為我也有些人蠻的 也聽到一些事情 新聞部有些人對王維基 那個態度就真的不是多滿意 譬如我們在報紙裡面看到這些報道 就是說 啊 為什麼亞時新聞部有這麼多人 我香港寬敗也不用這麼多人 那這些 我香港真的很難聽 對新聞部的人來說 如果他真的說過這些話 喂 你是互聯網 人家那個是電視 是無線電視 你怎麼可以 把兩個合起來 比較香港寬頻 和亞時新聞部 比你很愚蠢 對不對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這麼說 也不知道他有這麼說 如果他這樣說就真的聽見了 我當然不行了 女兒 怎麼這樣說話 但這傢伙真的開口按著你 我告訴你 但他一定是那些很聰明 很聰明的人 現在就真是詭異了 今天真是 怎麼詭異 告訴你 我看完別人扔鞋 想起你 沒多久想起今晚和你聊這些話題 有個網分的時間 又收到消息說 黃維基辭職 張明林就接手他辭職 大家一番揣測 也很有疑團 究竟發生什麼事 看剛才剛剛我們再更新 留意最新的情況 現在又說其實黃維基沒有辭職 他自己說我還沒辭職 我現在還是下時間職 他說他明天還會繼續回辦公室做事 他真是好玩 他真是怎樣 第一件事 我就是期待明天回去的時候 會不會有二十多三十個家庭門口讓他進去 再加有幾十多記者 一人就有一群記者在門口 一人就有了 真是好玩到不得了 原來是這樣 我們打工仔可不可以這樣 現在那麼多炒人潮 會不會老闆說炒惡 我當沒有炒惡 我明天照班 但是他這個就是炒惡他也是一個疑團 原來他就不是炒惡 因為要叫他辭職 他就覺得是遺憾 這個張永臨 軟識 但是他就說要接受他 他現在沒有辭職 你不軟識 他就收回軟識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不是說你炒惡他 而是你走出來說 阿士已經接受了他的辭職 就是說是黃維基主動辭職 然後有Ricky哥走出來 就說不好意思 我還沒辭職 我還沒辭職 不代表他不會辭職 除非我沒有辭職 我沒有 我又不會辭職 除非他斬釘子 才這麼說 但是他的說法就不是 現在我還是阿士的行政總裁 我還沒辭職 這樣的說法就是 這個是內人層尾 但是我覺得就算是這樣 其實這次也看到黃維基的功力 功力在哪裏呢 他只是說兩三個說話出來 你已經成為這個傳承的焦點 記者很有閒 如果他長做下去 我相信阿士上 很多人看都難了 只是他這個 收視都拉得很厲害 今天還是昨天 有人跟我說過 有一段新聞說 黃維基的樣子有點像你 那時候我受的 真的像我 我們兩個拍攝 大家這麼高這麼大 他說最好就是黃維基加顛狗 兩個做過節目 這次真是爆燈 這次真是很求賞 我也覺得 是嗎 又玩了一份 真是挺好玩 真的 但是他有些巧 有 有 他一上去說那些 你無論是否贊成 他起碼跟以前是很不同 有生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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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剛才我們有些 我們有些 我們有些 我們想到 其實他們兩個 首先 要搞什麼收視 最重要是 不用找什麼出來 因為現在流行的 高層就自己出來 玩了一份 挺好玩 挺好玩 自編到自編 明天就大大段 一定 那我就可以 掌握到 真是好 真是 剛才他說 黃維基 即是維基百科 真是厲害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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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當他大龍鳳 也有可能 是呀 我希望是 這一堂 你真的台長 是很想他做阿士嗎 是呀 你希望 我不是說 希望他做阿士 那麼簡單 而是希望香港的電視台 已經大戲 有些變化 有變化 還有有競爭 真的很無人 無線 整個 測光板都有人看 那裏很討 你明白嗎 即是那裏拿命 你現在是測光板 現在沒有 一時有測光板 你記不記得 那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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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DVB 現在沒有 慣性的 是要用打命的 而且整個問題 是不單止電視台 是整個 甚至電視台 電視台本身沒有競爭 是 困體上 你看看 商業電台有什麼競爭對手 新城都真是 是嗎 港台 那裏 那裏 一定要有一個民間電台 是呀,我相信 怎麼搞的,我們還要被人告 救命,只有三個電台,等於沒什麼選擇 給觀眾,給市民是一個選擇 這兩個無線電視 然後有幾個收費電視 這些收費電視都是不平衡的 都是不平衡的 其實勉強來說,收費電視 譬如現在那些都不算 用互聯網 香港歡頻也是 有線,無線的收費電視 但是將來數碼電視之後 聽不懂可以用很多頻道 開放給大家去 你看看台灣,拿著remote 百多個台 看新聞也有很多選擇 這又拉回法庭判的問題 這麼重要的問題 法牌制度出了這麼大的騙測 這麼偏差 而法庭竟然不是說這件事 從一個純技術觀點去說 申請牌的程序是否正確 所以現在不單止整個廣播政策有問題 而是說,連法院對判決本身 我們其實都是質疑 所以我們這場官司 其實都有點啟示 我們上訴庭 政府上訴就輸了 接著我們會打到中心法院 無論如何都要交給法庭去決定 你剛才那種質疑 其實我們希望在中心法院的時候 我們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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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 我們請